這個防呆二 那這個防呆二什麼呢 就是當使用者沒有輸入資料 像如果沒有輸入資料的話一定就掛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我們在哪個地方寫 在 防呆一的其實防呆一的下面 或者防呆一的上面其實都可以啦 你寫在上面寫在下面 那基本上我是寫在下面好了 那這個寫在下面當然 第一個我先習慣上是打一個註解 防呆二 那當然 邏輯是什麼 如果 他沒有輸入資料意思是什麼呢 if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if x 怎麼樣 等於沒有東西 then Enter兩下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 寫在這裡 and if OK類似像寫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邏輯 當然 x 等於空的 這樣的寫法 then 那如果沒有寫 他沒有填東西 那我要做什麼呢 當然你要警告他一下 千萬不要讓他往下 所以 跳個訊息告訴他說 那個跳出訊息 前面有一個input box 另外呢 在FBA裡面有一個叫 message box 叫msg box 這個叫message box 就跳出個訊息跟他講說 請輸入資料 或者是什麼 請輸入那個業務姓名 msg 打錯了 msg 然後 OK 好 那特別注意 他會跳一個訊息 可是跳完訊息之後喔 他還是程式會繼續跑 跑到結束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不能讓他往下了 就必須讓他跳離這個程序 那跳離程序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在VBA固定的用法 叫exist sub 剛剛有一個叫 exist4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 exist sub 差在哪 exist4 有沒有 顧名思義嗎 4的範圍在這裡 所以他會跳 exist sub 就跳到這個的外 就是ness的外面 跳這裡 那exist sub 是什麼 就是直接跳離這個sub and sub 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意思 應該可以理解吧 好那再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demo一下 也許我在這邊 做一個邏輯 做一個中斷點 然後讓他跑一下 如果他沒輸入資料 按確定 這邊有沒有 如果空的 請輸入資料 然後按確定 但如果你覺得好那個跳出來那東西太醜的話 你還有個方法 逗點之後的話 你可以去選他 後面會 這個 逗點後面呢 會跳出很多的 選項 其中 其實這裡面就是那個 Icon的部分 所謂Icon就是那個圖示 如果你希望Mazebus漂亮一點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什麼 Cratico VV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叉叉吧 我看一下 把那個城市倒車前面講過 執行一下 有沒有一個叉叉出現 那 當然的話 這個地方呢 我是覺得他有個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應該要秀 圖示啦 可是他沒有秀圖示 好所以怎麼辦呢 裡面他有一些說明 那我通常會用這個 或者是像什麼VB Information Information就是一個驚嘆 而且你不要一個叉叉 你要什麼 一個像這樣驚嘆 可以啊 如果還有其他的 如果想 你要去改的話 很簡單啦 反正改一下嘛 倒車再 再讓他跳一下 最後的話呢 讓他跳 一日sub 你會發現 結束了 他其實就是跳到 and sub 結束了 OK 第二種防呆就完成了 那第三種防呆什麼 就是查詢結果 如果是完全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 其實如果說像我們那個 剛剛小李 我怎麼知道那個小李 到底是有沒有 沒有 那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因為 實在是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要不就怎麼樣 查完之後 如果他怎麼樣呢 假如查詢的結果 比如他查的是小李 這個人 那他怎麼樣才會是 所謂的那個 比如我們這邊也要篩選 那怎麼樣的情況呢 是他找不到比如說等於什麼 假設小李 按確定 好 那我怎麼知道說 他是 沒有查詢資料 那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我游標怎麼樣 放在A1 Ctrl向下 我們講過用偵測的嗎 Ctrl向下會怎麼樣 跳到 最下面一列 1048576 如果我呢 Range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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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表示什麼 他查不到東西 如果查不到東西 我怎麼處置呢 就不用也是一樣 把這個 篩選恢復 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 就 就也不要繼續了 跟他講說 查無資料 Matchbox 查無資料 然後呢 一樣 就不要往下了 就一直sub 所以 這個地方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房呆3 可能寫的位置喔 記得一定要是查完 所以查完的位置喔 基本上 我們房呆3的位置喔 記得一定要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 當他已經查詢了 所以嘛 這一行是 Auto filter 查完之後 再來判斷是不是 1048576 所以呢 房呆3 寫的位置喔 比較不一樣 你不要寫錯位置 那我們寫法的話就是一副 這個前面寫過啦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房呆3這一段 直接 放在 我們的 對的位置 哪裡呢 記得喔 放在 查詢完 篩選 就是在複製的上面一行 有沒有 把這個程式寫上去 那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你可以用貼的啦 不過我建議 貼完之後自己再把它刪掉重改 然後呢 重新打過 我剛講 如果 Range A1 查完之後 如果Range A1向下追蹤 是1048576 的話 OK 實際上1048576指的就是 Essal 2007以後的版本 他一個工作表最多可以容納 104萬 筆的資料 不過特別只好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 只有6萬多筆喔 可能如果2003你可能要改一下 655 36 他6萬多筆 兩個不一樣喔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2007 除了1048576 然後 Messiebox 查誤資料 诶 夠點 應該給什麼 給一個叉叉好了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取消篩選 這個一定要加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篩選 那會造成下一次查詢的錯誤 最後 Is it sub OK 我們來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假如說我做完之後 那我讓他查一下 假設我查什麼查小禮 小王好了 這邊有沒有小王沒有小王 查一下小王因為最近好像那個 每次看新聞常看到什麼小小以前是小三些很常看小王 新聞很多綜藝化OK 然後按確定這個這個應該沒有小有老王沒有小 OK沒有了按確定 他會怎麼樣呢 他一樣會跳 查誤資料 為什麼現在 向下追蹤沒有 那按確定的話他會取消篩選 然後並且要恢復回來 那就可以讓他 所以這個時候就小王就不會出現 所以有三種防呆 那這裡的話我只舉例 我想到了大概就是三種 當然也可能有第四種 第五種 第六種 那你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OK 所以只是讓各位了解一下 如何防呆 防呆的方法 三種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在 講解 兩個防呆 一個是 如果沒有填寫資料 無填寫資料 第2種是 查詢的結果 查無結果的話 那也不用再幫他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OK 這兩種防呆 各般 humble 可行 我覺得 一個 神社 神社 神社